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十折小遇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 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门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力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锤号 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于以弗所 士美娜 迪迪加摩 推雅推拉 撒迪 飞拉铁飞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她的头与发 结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她右手拿着七星 从她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她脚前 像死了一样 她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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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钱 并且没听见 还能逐渐 成文字幕志愿者 并且们